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公安局报的是杀人犯 至今杀人犯 逍遥法外 公安局不作为 造假 叫我搬家 他们把杀人犯抓住话来 又要杀我们家炒出根 公安局叫我搬家 越远越好 否则保了白天保了黑夜 最次我来到了河北 带着三个孩子 喂饱三个孩子的幸免来到了河北 河北省南方寺 为图差害命 后逢幸免这位图差害命 和家人 也婚姻为耳 又杀害妇女 故意杀害妇女儿童 三个人重伤 子女严重的毁容 因为她舅舅是法官 富万多是法官 幸免这位舅舅富万多是法官 公安局 南方寺公安局独自不立案 独自不作为 乱作为 我为此声援 为缺 南方寺政府和公安多次把我非法拘禁 无数次的去我们家里绑架 关贴近精神病院 关贴近精神病院 多次关精神病院 五次劳教 多次非法拘禁 关黑监狱等等 酷刑第一次三年 第二次一年 第三次一年半 第四次关了黑监狱 宣布一年半 不给我劳交票 第五次是一年九个月 去我们家挤这个黑特警 把我们家包围了 在12年1月17号 马上去我们家 苏福嘉领了20多个黑特警 6辆警车 大警方车 把我们家包围了 抓我 都在我们家 小一个小个警察举起了菜刀 都想要把我们杀人灭口了 十八大又去抓我 几十个黑特警 又去抓我 包围了我们家 我现在没有一点人缺 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 他们是呼报 乱报 谎报 欺骗 膝下满上 说是问题解决了 十几十个我都没有解决 给别人盖了 方说给我盖了 我们这是12年给解决了 就是我的违法都要摊了 打羊羊灵才管 我们实在是冤枉 就是恒青 各界有分啊 有正义感的人 对我们深渊做主事